这几天大家关注焦点在Twitter里 因为星期一就突然宣布自己 不是宣布,披露自己就持有了9.2%的股权 是一个被动的股权 同时Twitter也都任命 Elemus做董事会成员 前日大升之后,昨天就再升2% 你觉得Elemus加上入局 是不是可以长期利好公司的营运和业务呢? 你建不建议投资者追入Twitter的股份? 在你身上我又买了一些,他那天出了消息 我本前买了一些,40多元 现在拼着几元,小小住玩而已 当过是下头人 还没放的 还没放的,还拿着 我觉得如果 不要想中长线,怎样扭困这些 因为这只股票一向都是输钱 比以前就差很远了 但是你说 短线计算吧 那你Elemus进了去,就是买了股票,做了大股东 再加上他,进了股票的话 那一定会有个冲警在那里 那你说冲警是什么? 因为始终你知道Elemus是很创新的嘛 他会怎么去搞这件事呢? 你不知道的 所以大家就是在冲警这件事 会不会有些新搞作新意思 所以国家就冲了上去 还有就是我觉得 美国那边的官员都是的了 就是你之前 特朗普或者现在Elon Musk 不同的big name 他们很依赖Twitter的嘛 那你Twitter也是做到事给他们的 所以我觉得Elon Musk 我不知道啦 我就说会不会因为 Twitter都帮我做了不少事 不如入股啦 就是感觉上面就 就是都是 怎么说呢 就是觉得他有影响力啦 所以才会做 就是要入场啦 或者还有 做了货币的那样啦 所以 不过啦 你说是不是可以扭转 以往那些什么 经营亏损啦 你不要这么快想这些啦 纯粹 你短炒算的 你列口 没有补到 两支羊竹 再上 今天是不是羊竹来的 昨晚好像是阴竹 昨晚是阴竹来的 阴竹来的 但at least都搜到那个列口的位置 我觉得 还可以算短炒都还可以OK的 是 就是如果现在入市 会不会就是看着那个列口的顶部去 就是操作呢 你见面投资者 操作 我想看着那个 都迟了你一脱了 我都不是很早 其实都是赢了一两元 还有 你这些真是的 小小住了 因为始终你不知道 那个狂人会做些什么的 我突然又错上错落 这些不奇怪的 尤其是现在美股有 有少少风高浪急 所以 小小住 博客福度不相伤 那就OK的了 是的 因为始终我想不通的 不过我觉得有少少奇怪 因为他之前有讲到说 有机会自己创立个社交媒体 但是昨天的信息出到来 其实他一月底开始 就已经在买Twitter了 所以他什么狐狼 买什么药 我想大家可能 都猜猜一下 如果是操作的话 就像唐侯那样建议大家 小小住玩一下 是的 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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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